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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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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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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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在alt那d control set是那个回 那个回退的意思 回退的时候把这样子 但是你发现好像拿回对 他只能来回这样子切换 那我想再推怎么办按在alt 对alt在ps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按键 然后我在你再按在alt再按下set 你会发现可以到在之前的就是before 就是说那个之前在之前这样子啊 就像前天的话就是beforeyesterday啊 这样子好然后这样子拉完以后对吧 按在lt搜然后再点这个位置 对再这样子拉啊当然平常呃 别除非是很大的海报 不然正常别人看不那么清楚对吧 哎然后这样子哎 哦这样子哎在这样子 然后这一块是肯定是个直的嘛 然后就这样子嗯对 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抠图啊 抠图的话这样子 然后再再这样子选啊 你们这个多练习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讲完以后 你们自己还是要多练 练完以后 你们才知道这个东西 他是怎么去用的好吧 然后我这样子ok以后 我们点一下control加enter 那不点control加enter 可以可以怎么点啊 那个mixlation啊不是mixlation 哪个啊是哪个看下嗯好像好像不行是不是啊 难道回去puff这边mixlation点ok 哦也不是啊可以是mixlation好吧 因为我通常我也太太久没那个了 我都我自己是都背筷子就我自己现在都是背那块键 好记着吧control加enter 哎 还原一下直接control加enter啊 哦 我知道那个线我刚点control set的时候我还原回去了 这样子control加enter 这次应该是没问题了 哪看到他会变成这样子一个虚线的一个 那比如说那刚刚我还讲到第二功能选区 选区的话他可以是个工 他是一个工具 但是他其实表达的一个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呢 刚比我们讲完对吧 记得alt说一边然后另外一边就会那个啊 或者那个啊 这样子选区是这样子的 他是一个种状态懂吗 啊就是说啊有很多东西他能把一个东西变成一个选区 选区就是说我我们想指定某一个区域啊像这样子 比如说像我想扣这个蓝色器那我用钢笔把它勾了对吧 然后这时候我怎么把它拿出来了 就这样子把它变成个选区 就是说我像我圈了这个块 然后这样子control加J 哎 然后我们把那这边是一个图层区 之前讲过的 然后数据库对吧 那PS的概念是怎么样呢 他所有东西永远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 那像这样子我们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对一个白底 那我们这个东西上去哎对他是在这个白底的上面 懂吗他不是一整张图片他是一层一层的 那我们刚刚这个我们先把这个招牌一下 哎这个打开哎你发现对 他是一个那个那个企举的单单单的一个能动吧 就是说我们选上这个 然后我们再给他赋予指令 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给勾出来 那本来那个在吗对 本来那个还是在的 没有问题的没有任何影响 就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那个选区的 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做一个选区啊 这样子还有什么方法了 有两个那通常你们如果是抠图过多的人 我顺便讲讲嘛 那后面就不讲抠图了 那点一下m其实就这个工具啊 有些的话工具我真的只记得快捷键 真的记不了啊 因为PS的话不骗你们真的用快捷键 不用快捷键快不下 比如说我像我选上这样子一个部分对吧 可能是我这样子一个部分 然后记得图层这里 你当你选上哪一个哎 你发现这个是这个图层是哪一个图层 你们认不认不认得就是那个 我们刚刚抠下那个小琪那个对吧 就那个小琪的那一个图层 就那一张图片 一个图层倒是一个图片 他可以是什么什么都可以对吧 反正就是说有某些的图片这样子 因为他不一定是一张整体图片 他可以是一张碎片画的图片 就是说可能中间什么都没掉啊 什么碎片画这个图片 好那这时候我们要选到回去 本来的这个图层 然后再点Ctrl加J IJK的J 那你发现哎 这块中间会没了 懂了吧 就这样子 呃就呃 这个就是一个选取区域 对吧 选区那你反正他的规整形状 这个其实用的比较少 那那刚刚说的碎片画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子 我们再讲啊 我我一直用这个m然后就按delete 然后这个按键就没了 那你然后我这时候我选上这个图层 哎也发现哎对整个就这样 我觉得我所说碎片画就说一个图层里面 他可以是很多张图片的 那这个图片 但是他是一个整体能懂吧 那你说我这时候我 我要再把它分 我比如说我这块我要拿出来 对吧 Ctrl加J 但是本来下面那个还在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现在哪里看到我图层这边啊 已经把它隐藏了 对吧 就这边是只有一个吗 对吧 然后我这时候把它隐藏哎 这边四个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这样子啊 回去这边这个图层 我们当然点了 因为这个图层意味着是什么 你在哪个状态的时候很重要 就是说啊 你不是那个图层说 你没办法删的删掉那个图片 比如说我现在删到这个角 哎也发现就三个 然后这边呢 对你又看到哎 这个就可以对吧 我这个打不打开的时候 他就变成说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是打开了 他是一个整体 没有打开 哎这就关掉 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 然后图层概念 希望这点搞得清楚 你们如果这个搞不清楚的时候很累了 那这时候很多个图层了怎么办 如果我比如说我想我想选后面那一张 我不想选那个哎 你又发现对 还是刚刚那个对吧 那这时候你们要按照你们的control键ctr control 然后点一下后面那个图片 哎你有看到图层会跳过去对 然后点一下啊 有些人可能会做不到 这里autoslet 这里要勾上啊 你比如说你看我狂住松开啊 看不到我狂住松开 但是他是没有选上 那我现在点着考究 他会点这个会打上钩 然后你看 比如说我现在选那个小奇 哎你看到哎 他是套上去 你看我随便点 他会一直跳一跳去 就这样子啊 怎么去选 所以说其实图层多不要紧 不要怕图层多 其实不麻烦 你只要知道会计键怎么选就可以了 会计键不骗 你们真的要背 好 那还有那我 我现在把刚刚这些东西都给上来 就这些什么扣的那些 那刚比那个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扣图那个东西 但是那个你们真的要自己多练习 如果不行的话到时候我我拆三节课 然后就那个缓几分钟 然后就啊 谷歌那边下张图 然后陪你们扣遍 这个没有关系 你可以的 还还有第二个 那个选区的一个工具 这个和第三功能 看一下那个是啊 裁切啊 裁切裁切就简单了 那这样子啊 这个啊 选去快快速选取工具啊 第二个是模板啊 这两个那他也是一个意义象征着一个选区的一样 这样子一个工具 我说过选区它是一种状态 对吧 那把它呈现有些工具 它本身就是啊 限定这个状态形状 比如说这个方形的对吧 那这种呢 就有机型简单讲啊 比如说我现在我想抠 我想把那个天空不要了 我这么一拉一点 哎 你会发现 然后啊 那你看了 所有图片导降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块块的小方块 这样子 就是说他的这个是啊 控制加低取消选区啊 啊 对 就如果选区你选错 你点控制加低 ABCD的低啊 这个快捷键真的不骗 你们真的要背一下啊 如果不行的话 你们到那个 我上网打一下 Adobe Adobe Key Key Adobe Key 就这个Adobe Key啊 你会看到就是说啊 Adobe Key 就说这个这个字 你打一下这个 会有收入键盘的快捷键啊 很多快捷键的 那你们可以就是说 把这个变成你那个变成你们桌面 我就不收了啊 你们上去收 如果不行了 可以叫微信问我啊 或者发微信问我都可以啊 因为对 所以我感觉已经讲很久了啊 这样子 因为YouTube通常都是一个短视频吗 好那个如果现在你看到这个图片 它是有一个小小纸张的这样子 在这里那怎么办呢 空手就要追 对吧 还是一样了 对 通常是要做什么对流地 然后这时候开一个新的图证 对图证可以开的 这个也开就一个新的图证 然后你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为什么要这么繁琐操作 我怕你乱 然后这样子跟本来这个一两个都是一样大小 但是有什么差别 这个的话它像素就会限定在你现在这样子了 就说你在放大的时候肯定没有本 就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我再放大 就是说我在我在放大的时候 他肯定没有本来的那张清晰 能懂吧 就这样子一个原因 就这样子一个情况啊 这就是啊 所以通常的话都要留个底 这样子 因为而且我我电脑比较卡 有些操作不太感错 非常抱歉 好那这样子 那我们回去哪这时候去快速选择工具 这个叫快快速选区 中文好像叫 因为我是学英文的 然后有些的话 中文有时候没接触过 真的不知道他中文翻译是什么 因为知道会肯定给你们讲啊 然后这时候我商量哎 你看到 刚你看刚刚那个是有一个灰色的一个背景的 我这个就没有了懂吧 看到吧 没有的就这样子 但是他的默认 反正你自己这个多玩一下 就说他不是一个这么聪明的东西懂吧 那抠图很常用 还有一个下面模板是怎么样了 我点上这么一块 那比例哎 你看他对 他会偏向于怎么样 就是说我这个同颜色的 就按照LT往前放到啊 啊 就是说这样子 他偏向同颜色 但人发现对没那么干净 就是说有缺陷 或者我再点这个 你看看对 反正他默认同去同颜色 他会把它删掉这样子 所以拍照时候 这两个会用的比较多 但是用哪一个 你自己来选择这样子 对 好今天讲的三公里 第一个干笔怎么去抠图 对吧 抠图那干笔 那个那个怎么去 那个怎么说 那一个笔的轨迹怎么去运动 对吧 你们自己多练习 第二个选区 第三个啊 他第三个第三个的话 就最简单裁线 哎 你看那对一点 然后有一个外框对吧 那呃 我记得CS5的吧 CS6好像不是这样子 好像 CC后材这样子 带这么一选 对啊 你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给你们说过就是一个 哎 对 然后你看到这么一点 好 那有什么问题的 对 你有发现就剪了这样了 那也就是说什么 我背景的那个白色画布 对已经被改变了 一开始你记得我给你们说过 就A4什么的吗 对吧 那现在的话就没掉了 这么一简就没掉了 但是不影响 对吧 那你说我想再把它放到一式 我觉得这样子才挺好看的 那对怎么办呢 呃 反正就是你在开张新的画布 然后把弄我许呗 就像这样子 对吧 嗯 然后A4对吧 因为Custom你看到还有Custom Custom就制定嘛 对吧 然后我们哎 点错了 非常抱歉 裁切的话 通常怎么样 你做那个网页上面那个手图 就是像 好吧 你没有点买东西的时候 点会有一张图吗 对吧 就是一开始看到那个图片 就就就死了啊 然后就通常就有时候 就好像我刚刚那样子啊 好像这么才 像这样才啊 这样才挺好看的 或者我在 不好意思 还是在这边 电脑表卡 需要你们耐心的带一下 非常抱歉啊 哦 再来一遍 就 这样 哎 哦 比如说我们继续讲吧 然后我等会再看 比如说啊 我这么差 我这么差啊 好像这样子比较好看的 就这样对吧 那这样子比较好看的 就这样子了 然后点一个牛啊 两个牛 然后就你就这样子的把它一个A4 对吧 那像素这个就没办法解决啊 像素这个 因为你本身 嗯 除非你本身那张图是超新的 对吧 那你本身那张图超新 那就没有这个影响了呗 然后回去选择工具啊 记得做什么事情 不管怎么都先换回去 选择工具上面 因为move plums 你如果不 没有呃 其他工具 我怕你会做别的一些就错的操作 通常不管怎么样 最后回到选择工具上面 然后点一下 点一下V对吧 选择工具 然后点一下control 然后松开control键 然后对鼠标不要左键不要放松 拉回这 然后control加T 啊变形 control加T这个变形 我后面会跟大家讲啊 这个后面会有这样子有功能去讲解啊 但是对 好你看我就是这样子啊 可是我后面我可能就这样子挺好看的 对吧 然后我下面再加点字 加什么的对 好 这个就是第三个功能的讲解了 好的 那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今天讲的选择 那个移动工具 对吧 选择工具吗 移动工具吗 可以这么讲 第二个是那个 选区啊 选区的它可是工具 但是我认为它是一种状态对吧 它可有机型 也可以就是说有局限性的啊 变化无常吧 然后第三个是这样子就是那个裁切工具 裁切的话反正就是啊 它会影响到整个画部的这样子一个裁切对吧 因为通常你啊通常会这样子 因为但是这个工具其实用的比较少 因为为什么通常会用选区把多余的编给3D 然后再拉到一个这样像这样子做 拉到一个就是本身设定好一个区域对吧 就这样子 所以说选区和裁切的话 呃你们现在分不分不清不是很重要啊 反正不行你们再微信问我吧 好的 那一个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 那一个好好交流交流 好的那一个谢谢大家